等我 你过得好吗 我还好奇越狱犯的后续呢 不过现在看来 你好像过得不错 是我又闯进漫画里了吗 这 这是我命运啊 而且我刚才跟别人讲话呢 是我来到了你的世界 你怎么会来的 我的世界 停滞了 一切都禁止了 除了我 只有我能够活动 我身边所有的事物都禁止了 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地来到这里 其实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还活着 但也许就像你说的 我是主人公 这可能就是主人公的特权吧 我来到了你的世界 把剩余所有的W漫画都看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如此了解我 原来你看到了我的全部 你还好吗 我很后悔 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 执着于事情的真相 可是我没有想到 真相却是这个样子 你当时一直不肯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是在为我好 我记得你说 你在池州人民医院 所以我就凭着直觉来到这里 看来我除了直觉不错 运气也不错 我来这里就是见你最后一面 感谢你一直不顾一切地帮我 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炎珠 马上要手术了 你快回来吧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 看样子你很忙 你先去吧 可是你要去哪里呢 你在这里应该没有地方能去吧 要不你在这里等我吧 我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大手术 估计也很快的 你答应我 哪里都不要去 就在这里等我好吗 在这里 就让我来做你的监护人吧 监护人 你在这里 没有钱 没有家 也没有工作 我经历过这一期 所以 我很明白你现在迷茫的心情 也知道 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我在这里有工作 虽然肯定跟你的比不了 但是 至少吃饭的钱还是有的 而且我还有家 所以你就在这里等我吧 答应我 哪里都不要去 相信我 很快就好了 最多四十分钟 等我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完真本漫画 我的独厚感是 虽然因为你的出现 我增加了九十九倍的不幸 但是我也发现了好处 我从漫画里面 也知道了你的心意 所以我们俩算扯平了 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 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